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新增听写提醒事项 上一次呢已经拍过一部影片教大家如何使用听写备忘录了 那我们今天呢算是一个续集吧 就是听写提醒事项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会使用捷径这个APP 如果你还不知道捷径是什么的话呢 你就把它想像成iPhone里面内建的一个强大工具库 那今天写完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桌面 那你按下去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录音 录完音之后它就会把它转成文字 并且出现在你的提醒事项当中 那首先第一步呢你要先去找出你iPhone里面内建的捷径这个APP 它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可能会在这个APP资料库里面 或者是你要去App Store下载 那找到之后呢我们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要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现在我们就是来新增一个捷径 那写完之后就会出现在你的桌面上了 那中间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按下那个按键的时候它执行的动作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加入动作咯 先按一下这个加入动作 然后我们在搜寻栏搜寻听写 然后这边有一个听写文字把它加入 那这边呢有一个显示更多把它打开来 这边呢语言我们就点进去然后选中文台湾 那停止聆听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现在呢它是预设停在 例如说你现在讲一段话 然后停顿它就会自己停下来 那如果你希望这个停下来的动作 如果是你自己手动去按这个停止键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点一下时 就是你点一下它才会停止 不然的话这个暂停之后就代表说 它会自己停下来 那选完之后呢我们再来新增一个动作 就是按这个加号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搜寻新增提醒 这边有一个新增提醒事项点这个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一句话嘛 将提醒事项加入提醒事项并不提醒 那这个蓝色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做选择的 就是你可以去选择它的变数 那首先我们要将第一个变数点进去 然后这边选择听写的文字 那如果你在这边没有看到听写文字的话 你可能要按一下这个变数 然后里面应该就会出现听写的文字了 那再来呢这个提醒事项点进去 你就看到你所有提醒事项的列表 那可能有一些人平常就没有在做列表分类 那就没有关系就不用选 但是如果你平常是有在做这个提醒事项的分类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然后再来呢下一个这边是不提示 如果你是预设在提示的话 你可以把它选择不提示 然后下面有一个选择更多 我们把它点开来 里面你就可以去选择说 你新增的这个提醒事项它的重要性是多高 那基本上这样子的分类是有一点太笼统 所以后面我会再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去选择它的重要性 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就先不要去做新增这样子 我们把它缩起来 那基本上呢最简单的版本这样子就完成了 就是你写完之后它新增到桌面上 它就可以直接新增一个提醒事项 但是这个提醒事项它是没有到期日 而且它也不会有重要性的区别的 所以现在呢我要来教大家如何新增 你听写文字完之后的日期或者是重要性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提醒事项就是这样子简单的版本 就是你没有要新增日期或者是重要性的话 你可以直接进到我后面下一步的动作 那现在呢我要再来新增动作 就是我们要来新增日期或者是重要性 所以呢加入动作这边我们搜寻编辑提醒 编辑提醒 它这边有一个编辑提醒事项点进去 这边呢它就有写设定新增提醒事项的详细资讯 这个详细资讯我们点进去 这边呢你就可以去选择它的到期日啊 或者是优先顺序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新增一个到期日 然后它后面就会出现一个数值 那这个我们也点进去 那这个部分呢我自己试完之后 我觉得用手动输入会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 它好像没有办法设定说 例如说今天的加两天或加三天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拉到最后 然后按每次都询问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样新增完之后会怎样 测试 然后到期日它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 视窗然后你就可以进去填写 例如说我想要1月30号的话我就这样子 然后按完成 这样这个提醒事项它就会变成1月30号到期的一个提醒事项了 那再来呢我要来教大家如何新增它的重要性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进到下一步 不过这边呢我们就先新增动作 然后一样是搜寻编辑提醒 然后再一次这个编辑提醒事项 它就变成设定已编辑提醒事项的详细资讯 这个我们再次点进去 然后里面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优先顺序 然后里面有一个数值一样点进去 然后这边也是按每次都询问 这样子的话你每次听写完文字 这个提醒事项它都会问你到期日跟优先顺序 我们来试看看测试2 然后到期日我收30号 然后优先顺序就可以去做选择 但是这个步骤就是可有可无这样子 你可以停在这边就好了 这下面两个是选择性的 那现在写完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我们要把它加入桌面 那这边这个icon呢你可以这个封面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这个图形跟颜色 那例如说我现在选择一个红色 然后图形的话我可以随便选一个 例如说这个清单的样子好了 这样子然后捷径名称我就写新增提醒 然后按加入主画面 然后这边再打一次 这样子然后按右上角的加入 这样子它就加入主画面了 那现在呢我要来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提醒事项 加到你的桌面 就是你先长按你的桌面 然后它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按左上角的加号 然后往下滑滑到一个提醒事项的部分点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说你想要多大的大小 那基本上最小的这个呢它只有三条 然后中的它可以有四条 最大的好像可以到七八条吧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新增一个中的看看好了 对中的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空间利用的没有很好 就大部分都是空白 或者是说如果你新增一个大的话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 这应该是四乘四的大小 那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新增提醒的功能 点进去测试3 那就问到期日 然后选择优先顺序 这样子它就有新增进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及时的同步到这个提醒事项 那基本上你只要点进去它就会出现在里面了 或者是你新增完之后 你可能要随便做一个动作 它才会出现在这个提醒事项里面 就是它可能好像要重新整理一下还怎样 好那最后呢我还来教大家 它如何把你刚才写完的捷径去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就是你进到捷径 然后我们刚才这边按完成 那回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长按这个捷径 它就会出现删除的动作 如果你想要把它删除的话 你就在这边做删除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刚才的步骤的话 你就点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就可以进去做修改咯 那今天呢我们听写提醒事项的教学就到这边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呢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还有这边呢要跟大家卖一个关子 就是上一集是听写废忘录 然后今天是听写提醒事项 所以下一集呢就是听写行事例咯 你们非常期待呢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